第一次携小踏车环岛的林家瑞和郭哲亭 今年夏天从宜兰出发 他们天天身上带着20多只的羽球拍 沿途送往经过的育幼院 并且教孩子打羽毛球 他们两个同时在宜兰的一家体育用品店当店员 因为非常热爱羽球运动 所以决定用节能减碳的方式分送爱心 你现在去哪里 两个体育用品社的店员 没有骑脚踏车环岛的经验 2013年的夏天 他们从宜兰出发 准备沿途到经过的育幼院分送球拍 教孩子打羽毛球 按球 再一次往上打 对 很好 就是这样 脚跨出去 对 出发前为了提供大量球拍 他们几乎天天都在穿线 是以上一下吗 对 像我们一般初学者 就是一开始学者 就是建议不要用门 17岁的林佳瑞 目前还是高中生 5岁接触与球 球拍穿线 他很在行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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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的 对 对 对 整个人 往往几十分钟就能完成一支球拍 球拍右船 你这样左右左右船这么快啊 这是我刚才穿好的球拍 等一下拉去给预约的小朋友们 他没想到自己有一天 也能成为小朋友的宇球小老师 右手放在上面 然后这样往下滑 大家挖在这个位置 来 帮你看一下 我下面一点 对 汉林佳瑞的同行伙伴 23岁的郭哲霆 国中市足球队员 现在他和林佳瑞一样 对宇球有满腔热情 有没有心情 就像希望把它弄好 可以让小朋友打这样 就也比较一个安全的球派 动作什么都不会 可是就很有很想打 可是又打不到球 然后就想去找他们这样 装备OK 看这个好像满阳春的 这样就环岛了 对啊 环岛的11天井城 他们一开始并没有太大信心 一来没有骑车环岛经验 二来遇上台风雷脚局 刚出发遇到一个台风街 然后结束又遇到一个台风 对啊 就还蛮坎坷的 也不是说台风天气好的车 因为那个风太大没办法骑 就是喜欢下雨天骑车 路上都会有大卡车 还是会有轿车 都可能都会零零很近过去 对啊 我觉得都还是蛮危险的 更惨的是曾经担任过足球员的林家瑞 脚伤旧疾复发 一路撑到台南才就医 去完北宜的时候脚都开始痛了 就是拉筋拉到那个点都很痛 上路之前先喷 然后回到饭店这样冰服 一直撑撑撑 幸好沿途两个人相互扶持等待 跟得上彼此的脚步 也才能一起向终点迈进 然后都会想说下一个下坡在哪里 突然看后面就没有人 所以我就可能就会到一个定点灯塔 然后就给他鼓励 跟他说就是快快晚快结束 快到休息的地方 你起完一定上坡 可是一定又有下坡 所以你要期待那个下坡 就给很大的鼓励这样子 沿途分享经验 随手写下日志 是他们坚持要做的事情 我们有制作一个旗帜 在网路上Facebook上面分享说 我们今天到哪边了 球拍大概二十几次是背在身上 其他的球拍可能就是用 就是寄到就是像定点这样 然后我们再去领 然后再去语言 这样跟语言 天后因素其实是最大障碍 就下雨天骑车嘛 有时候出太阳就觉得 想要赶快下雨比较凉 有时候下雨就觉得穿雨很闷 然后东西又怕死掉 和小朋友的互动 让他们仿佛看到了自己的童年 那个爱打羽毛球的孩子 手挽 你是手 好了没 握好 来 去玩就起来 然后往下来 然后脚放出去 手握球拍的那一刻 玩倒的辛苦 才从记忆中挣脱出来 剩下的全是快乐 对 很好 脚要过出去 来 对 很好 其实这次环岛送球拍的活动 幕后推手是这家位在宜兰体育用品社的老板 杨哲一 秉持对雨球的热爱 5岁开始练习 18岁接受正式训练 至今20多年 杨哲一和雨球一直有着密目可分的关系 我18岁开始教球 向下学校人很少 所以他要凑逐一个球队去比赛 他就是一直拉 必有机会去建立一个平台 然后希望可以透过这个平台 可以有更多的影响力 他的主业是专职摄影师 开体育用品店 卖球剧 为的只是想推广雨球运动 迈向普及化 其实我们开电视就很懂 我们都是5点半开到9点半 我们只希望说他可以有一些推广 然后大家喜欢这个东西 然后有很多人原本不懂雨球 然后现在他都会打雨球 然后就有一群人 然后可以享受这个乐趣 林扎瑞和郭哲廷 两个人的环岛之旅 杨哲一始终扮演补给站的角色 大部分我不会给他太多协助 因为我觉得 因为以前我们就是这样过来 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 一个一个很真实的实践的碰撞 他们得到的跟改变的 会比较多 资源缺乏的育幼院 因为雨球剧的提供 让孩子有更多发泄体力的机会 其实我们在带孩子打羽毛球 我们都还蛮节省 只是羽球都会用到那个羽毛的毛 几乎都突光了这样子 我们还是在使用 因为就觉得很哀悟习悟 对啊 如果今天有带来一些 我们是很新的雨球 对孩子的帮助应该很大 他们应该会觉得 球怎么变得这么好大 爱的雨球拍传递对运动的热情 第一次的环岛 以节能减碳方式完成旅行 孩子的努力挥拍动作 都是他们无形的激励 穿球拍的手不会停止 爱心的传递 每年都还要继续